知道谁家大人 大水天的 竟叫一个半大孩子出门采购白菜 停板车上飞满了大白菜 在积雪路上拖鞋 她的手上长满洞窗 连衣袖子都破得露出了暖血 那是冰冰姐 同样都姓刁 她和唐姐过着两枕截然不同的日子 为啥会有这样的差距 13岁的刁俊宝想不明白 她委屈吸了吸鼻子 直到看不到那辆汽车 才重新拖着一停板车白菜回去 等待她的不是暖和的碳盆 而是堆积在那里的尿补 刁老太中风后 彻底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为这件事 刁大壮和凡宇还吵过好多次 刁俊宝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新二婶 心里暗暗期盼刁大壮能为了刁老太 叫凡宇滚蛋 可结局是令刁俊宝失望的 他二叔就生气了那么几天 吵架也是凡宇占了上风 凡宇的绝杀计就是扬言要带着儿子逮假 让刁大壮没有儿子送中 这样反复拉锯几次 刁大壮又被凡宇捏在手心 凡宇说他戾气小 照顾不了瘫痪的刁老太 一个人也带不好儿子 刁大壮要跑长途兼顾不了家里的事 要求已经13岁的刁俊宝先回家帮忙 刁俊宝就这样休了血 向你买个菜 你就去出去了这么久 是不是偷懒去哪里玩了 赶紧去把尿不洗了 你奶奶又拉了 臭死了 刁俊宝心里恨透了凡宇 不 他是连刁大壮也一起恨上了 刁大壮以前明明说要照顾好他 真是骗子 试完饭 凡宇进了屋 刁大壮和刁俊宝一起替瘫痪的刁老太擦身体 刁老太乌液液的 说话都口齿不清 刁大壮很是心酸 不知自己咋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二叔 我今天在街上看见冰冰姐了 她身边跟着好多人 有给她打伞的 有给她开车门的 好期盼 那看见你二婶的不 我是说以前的二婶 没看见二婶 二叔 要是我爸妈不做错事 我大姐也不做错事 冰冰姐和我二婶也不会走对簿 您说冰冰姐现在过的到底是啥日子 我看着都像电视里演的 过的是啥日子 是因为刘翠花那不首辅导的女人 嫁给了市长 给我戴绿帽子 让我成了笑话 车子停在了安静心意中 这里电话真不小 文卫老赵把她给认出来了 呦 小雕 四小雕回来了 我得告诉孙校长去 赵叔 您歇着歇着 我来之前告诉过孙校长 她让我直接去办公室找她 雕冰冰说着 就塞给老赵一条烟 这久违的动作 把老赵给感动的 你是安静一种的骄傲 这烟我不敢收 也不能收 快拿回去吧 赵叔 您这就见外了吧 我俩是老交情 现在我都从现役中毕业了 送您条烟 还算贿赂不成 快收下吧 我前段时间去了套美国 这是国外带回来的 给您尝个鲜 还真是写满外国字的烟壳子 老赵这下舍不得推了 老赵压低声音 萧雕 你之前是不是有个表妹 在学校念书 他们母女俩都好扑 学校老师看她是你表妹 好心叫她复读一年 说明年保证她能考上本科 反被他们母女俩骂了一顿 赵叔 我家亲戚真是还有消停的 让您看笑话呢 我不是看你笑话 我是告诉你 后来你妈又来过学校 开学籍证明 要把你屌妹的学籍转去京城 梁欢真去京城了 刁冰冰知道老赵是善意提醒 谢过她的好意 一边往里走 一边问小游 你听到过什么吗 京城那边有没有人去店里闹事 刁姐 我没听过 您放心 我一会儿就去问清楚这件事 刁冰冰也没说啥 她找到孙校长的办公室 校长 您还忙着呢 孙校长激动的嘴巴都在 你你你 难怪你打电话问我 有没有去外地开会 那我又想给您惊喜 还想确保您和汪老师 他们都在学校 自然要问清楚 刁冰冰让小游 把一堆东西都放下 孙校长看着自己的得意门声 眼里泛水光 左顾右盼的 您找谁 还能是谁呀 找老汪 老汪状态能冲进来 还真是冰冰回来了 有人说看见冰冰 朝校长办公室走来 我还以为是骗人的 哎呦你这丫头 考上大学就插上翅膀飞走 可算是舍得回来啊 老汪 你说的啥话 冰冰又不是在外面玩 你以为华清大学很好念吗 以为美国留学不辛苦吗 这俩人不知咋回事 文化人比较多愁善感吧 吵着吵着都在揉眼睛 习老师站到了办公室门口 轻轻把刁冰冰扯出去 别理他俩 哭一会儿就正常了 的确是哭一会儿就正常了 怎么没见小孙老师 准事和对象压马路去了 小孙出了个对象 是今年分来的老师 正宗的师范本科生 比以前的赵刚强不止十倍 听说他如今找到了对象 刁冰冰也替他高兴 正说着 孙田叮叮咚咚上了楼 孙老师 好久不见 我在美国只是当交换生一年 美国那边期末考试结束得早 所以回安庆看看大家 他的确是专门回学校 看各位老师的 在办公室里和老师们 聊一聊近况 真是十分惬意 你就是安庆一中 最吸引人注意的旗帜 是一中的活招牌 只有你越来越优秀 安庆一中的旗帜才倒不了 学校会越来越好 刁冰冰被孙校长说的不好意思 你真的不打算 给学弟学妹们讲一讲 我觉得自己还欠了点火候 校长 您再等等 我想现在时机还不到 我等到是没问题 可别等到我退休那天都没看到 五年吧 您再丢我五年时间 刁冰冰向孙校长等人道歉 为了梁欢和小姨刘芳的无理取道 我真不知道 他们能在学校这样闹腾 浪费了您和诸位老师的好意 这关你什么事 和谁当亲戚 是你自己都不能决定的事 对了 之前你唐姐刁荣荣 是不是在为罪潜逃了 现在抓到人了吗 还没抓到呢 孙校长也曾对刁荣荣记忆厚望过 是真的爱护刁荣荣 因为有门卫老赵的忠告 刁冰冰就多问了一句 梁欢要到京城复读 从安庆医中转出的学籍 不知道京城拿所高中接受了她 梁欢要到京城复读 从安庆医中转出的学籍 不知道京城拿所高中接受了她 刁冰冰要和老师们一起吃饭 小油都在安庆县里的国营饭店安排好了 刁姐 我问过京城那边啊 并没有人找上门闹事 那梁欢真是去京城复读的 是她以小人之心误会了对方吗 刁冰冰和众老师道别 和游历一起走远了 校长 您怎么不问问 那个给学校捐钱搞奖学金的启航公司 到底和冰冰有没有关系啊 你就听见那些来学校的人说了刁总 就觉得地产公司是冰冰开的 难道不是吗 孙校长拍着老伙计的肩膀 他是刁同学 还是刁老板 重要吗 老汪啊 你这境界还是差了点 我要回去试一试 小刁从美国带回来的钢笔 我的得意门声刻意送我的 孙校长哼得小曲走了 留下老汪风中灵了 冰冰丫头回来了 这么晚了 你是咋够到村里的 陈爷爷 我坐车回来的 要知道您睡了 我就明天早上再过来了 瞧见陈旺达的白头发 刁冰冰有点心酸 你还专门跑回来一趟 是为了陈庆的是吧 刁冰冰不头 嗯 从美国回来前 我见了陈庆一面 他状态还不错 听说还往家里挥了些钱 是有两千美元 我没有这钱 让他先还给小汉家里 陈庆状态挺好的 如果他这次能改过 这种经历能叫他更成熟吧 不发生也发生了 我看他有努力弥补的意思 他对象小汉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 人家姑娘也没说分手 反而在想办法帮陈庆还钱 陈爷爷 还有婶子 你们不用太担心他 我这次回来 除了给你们带消息 还有别的事 别的事 刁冰冰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教育部的助学计划 如今只在全国几个地方试点推行 我为村里也争取了一个试点名额 有没有效果 咱们可以试一试 陈旺达十字 但他怕自己理解能力不够 干脆只听刁冰冰讲 这个助学计划叫除英启航 部里拨了一部分资金 启航承担剩下的 村里有村里的资源 如果能好好发掘利用 或许有致富的出路 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出去打工 您说对不对 陈爷爷 你说这计划叫啥 除英启航 陈旺达其实也没完全听懂 但他已经激动站起来 冰冰 你被村里费心了 陈爷爷 我也是从村里走出去的 当然希望咱们村子变得更好 周团 周团 真是嫂子来了 嫂子来了 周团已经欢喜傻了呀 但周团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故作淡地 嫌你们嫂子留点菜 她这个时候过来 使不定还没吃饭呢 两个多月不见 周爱诚的脸越发棱角分明 又帅了 咦 为什么每次分开一段时间不见面 都会发现自己男朋友变得更帅 这是什么原理 你怎么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过来 天都黑了 你一个人过来的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呀 周爱诚牵着刁冰冰的手走 刁冰冰心跳得很快 周爱诚又变帅 肯定是我和尔蒙作祟 多巴案的作用 居然这么持久 不是有研究证实 一段爱情不超过两年时间 就会转化为亲情吗 老夫老妻的 还脸红筋跳个什么劲 周爱诚牵着刁冰冰 一路到了食堂 猪团 啥时候和嫂子办喜事啊 嫂子 您好久没来了呢 嫂子 你还记得我不 你们好呀 记得 都还记得呢 吃完饭都没事干嘛 有没有眼色 一个劲往他媳妇面前凑 他和他媳妇见一面多不容易 你吃饭了吗 没吃饭就一起吃点 好呀 一起吃 今晚部队里的伙食一般 当兵的吃什么 军官就吃什么 周爱诚把肉夹到刁冰冰碗里 吃吧 够子不饿 人才会暖和 吹事般的人还偷偷给刁冰冰煮了碗和包蛋 放下碗就跑 嫂子 趁热吃 能暖和身子 他看着周爱诚 忍不住笑起来 怎么办呀 我说来就来 是不是给你造成了困惑 没别的事 回国是忙了几天 事情永远是忙不完的 但手上的事也理出了头绪 我就是特别想你 想马上见到你 就不管不顾的来了 刁冰冰一言不合就撩人 周团也是要面子的 那些当兵的还躲着偷偷看呢 实在不适应多亲密的动作 什么困惑 你这么晚过来 今晚肯定不能回城里 再不对留宿 你觉得会给我造成困惑 周爱诚凑到他耳边 压低声音 你以为我们俩人能睡一个屋吗 别瞎说啊 他就是想聊周爱诚 没想到被周爱诚反腰了 什么睡一个屋 俩人早就睡过一个屋 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 明明是周爱诚呀 周爱诚这混蛋 领着刁冰冰到团长和政委出晃了一面 政委还怕年轻人不注意影响 周爱诚特别有思想觉悟 晚上就让冰冰睡我宿舍 我去和其他人挤一下吧 可周爱诚把他送回房间 整个屋里都是周爱诚的气息 无处不在的男性荷尔蒙残留 刁冰冰想哭 这太折磨人了呀 好歹她是个身心正常的成熟女性 你身体没我好 盖一床被子太冷 多加床被子 今晚先凑合着睡吧 怎么叫凑合 我以后肯定有来部队留宿的时候 我这叫提前适应 赶紧推周爱诚出去 不行 你在待这屋子 是要让我犯错误 周爱诚他非快亲了一下 晚安 他退出屋外 把门给带上 要冰冰想揍人 这还怎么睡呀 看看表 才八点过 看了会儿书 到九点过都没有睡意 是我 媳妇你不用开门 把窗户打开就行 我给你灌了两个热水瓶来 你塞被子里 周爱诚递给他两个热水瓶 刁冰冰握着两个 很有心意的热水瓶 比收到两叠钱还高兴 傻乎乎的 呵呵 也不知道谁傻 下了飞机就直接跑过来 可能在爱情里 大家都是傻瓜吧 老陈 陈老板 你得帮帮兄弟 我说今天喜鹊在叫 老段 希克呀 先别叙旧 我问你 你在鹏城的关系硬不硬 陈希良摸不着头脑 你先说什么事 我要听听才知道能不能帮忙 老段把手上捏着的报纸摊开 就这算 我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就求你帮这回 我要拿到这里面的档口 亚洲第一 鹏城称戎电子广场 倒计时三十天 陈希良一看就笑 是这个 这不还有一个月吗 老段你也太急了 你知道个屁 我要不急 还有位置吗 你是饱汉不知恶汉机 你以前是摆摊干批发 现在都搞服装品牌了 是年轻有为的青年企业家 你再瞅瞅我 还是个倒爷 你等我 我给你打电话问问 陈希良觉得这事十拿九稳 别人不知道 春龙广场那边的联系电话 他有业务往来 肯定知道 一下打了好几次都没通 战线 小爱跟心里发慌 要不你陪我去一趟鹏城 我这心里没底啊 不至于吧 这才是打广告的第一天 从阳城到了鹏城 也就刚刚中午 难道来迟了吗 不会吧 中途一点都没耽搁啊 这些人不用说 全是咨询档口的 小档有小档的价 大档有大档的价 看你们要哪个 怎么搞得像金沙池售楼一样 还搞了沙盘 最小的档口只有10平方米 标价3万块 最大的档口足足有60平方米 标价是20万 这个定价显然不仅只是看面积大小 还有档口的位置 面积大的档口位置都是比较醒目 陈希良一琢磨 这个价钱也不算太贵 毕竟金沙池小区那么高档 也才卖2000多亿平方米 老段可以买 买 你俩眼睛不好啊 这是指租不卖的 租 当然是租 这是一年的租金 卧槽 这就有点太凶残了 只是一年的租金 而不是买下所有权 租 我租 我报名 老段把陈希良撇开 拼命往前挤 被前面的人起脸一阵 你这人讲不讲规矩 先来后道 到后面排队去 老段才不听 一个劲往前挤 陈希良脑壳痛 一年是三万 一个月就是2500元 这个租金 堪比京城王府井大街 国营商店的柜台 王府井大街 存在了多少年 国营商店的牌子多硬气 这个称容广场 却还没正式营业 看老段后这脸皮 可怜巴巴挤来挤去 陈希良于心不忍 这店子广场这么大 在场的人 也不可能把档口抢完啊 一个同样挤不进去的男人大骂 可不是吗 这么多档口 不一次性放出来 一定要分三批 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王八蛋 想的损招 这个手法很是熟悉啊 缺德的王八蛋 该不会就是兵兵吧 称容广场的档口 本没那么紧俏 却偏偏要分三个批次 往外放出来 这是人为在制造紧张版 第一批的小档口 十平方米 一年租金要三万 如果瞬间被抢空 等第二批放出来的档口 同样是十平方米大小 一年租金还会是三万吗 可能是四万 可能是五万 对个体户来说 增加了不少经营成本 陈希良为朋友老段操心 自己挤出了圈子 去找称容广场的管理层 我是阳城LUNA的陈希良 咦 杜总让你赶制的订单 已经完成了吗 快了快了 我其实有别的事 把老段带进办公室 老段 你要租多大的档口 我能自己选 广广的积业摇头 有些档口别人钱都交了 还有些是预留的 你能选的也不多 这么把 看在陈老板的面子上 给你两个名额 两个就两个 老段已经喜出望外 他在能选的范围里 挑了两个最大的档口 一个四十平方米 十一万 另一个是二十平方米的 要五点五万 老段就缴付了一部分定金 明年我们还能继续租吧 现在认租的商家 有三年的使用权 明年档口还归你们 租金也不便 老段心情舒畅 一点都感觉不到饿 还带着陈希良 在称容广场六万 你瞧瞧 就这地方会赚不到钱吗 他在给自己打气 陈希良想明白 这是刁冰冰的手笔后 拍了拍朋友老段的肩膀 你说得对 这广场肯定能赚钱 赵辉还是舍不得放弃 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也舍不得放弃杜家的家产 第一批档口的火爆抢购 让杜赵辉觉得 自己已经稳操胜券 杜赵基那的铺金 拿什么和我比 如果一切顺利 按照现在的局面 杜二少是输定了 还剩一个月 他用什么翻盘 咋有种感觉 我和杜赵辉 就像影视作品里 反派 反派死于什么 死于话多 死于嘚瑟太早 刁荣荣那边 你不要忘了 没忘 我会按照约定 把人交给你 这个蠢货 他是叫杜赵辉 不要忘了刁荣荣 会是个隐患 同样的话 刁冰冰也不想 翻来覆去的说 挂了电话 刁冰冰是高兴 和范畴皆有 也是离开一年了 华清大学 不可能因为 刁冰冰缺席一年 就有啥大变化 但他的回归 还是让系主任高兴 你的成绩单 康奈尔那边 已经传过来了 冰冰同学 你知道康奈尔 对你是什么评价吗 他知道评价不会太低 但叫他自己夸自己 他还是挺不好意思 主任 您就直说了吧 别逗我了 你呀 什么都好 就是心态极切 以后要更沉稳啊 在信中 康奈尔教授们 毫不吝惜称赞了你 认可了华清建筑系 老师为你骄傲 你就不用参加期末考试了 但我给你不这个作业 你把自己 在康奈尔学习期间的感受 比如具体教学模式 有哪些不同 给我写成一份文字材料 有没有问题 这不是什么困难任务 刁冰冰很爽快答应下来 出了戏半 几个熟悉的身影等在外面 刁冰冰挥手 同志们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早 回寝室去 你的床铺给你留着呢 左拥右抱 被几个年轻女大学生簇拥着 刁冰冰此刻 很有人生巅峰的感觉 你们的 回寝室再说 小善 你就不在 仔细考虑下 善于军先斩后奏 报名了除英启航计划 通过初步审核了才告诉他 康伟不仅不能接受 还觉得不被尊重 你报名要去的地方 我打听过了 那鬼地方 别说机场 就连火车站都没有 你真去了那边 一待就是一两年 咱俩要怎么见面 没有机场 只能先坐火车 到最近的城市 再转车 康伟就算乐意去看善于军 去一趟仅仅是 花在路上的时间 就要好几天 他一年又能去几趟 不仅是善于军 有自己的学业和理想 康伟也有自己的事业 因为之前听说审核特别严格 我也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选上 当然要等消息确定后 才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 让你不舒服 我向你道歉 至于你说的见面问题 我不觉得是困扰 我们可以书信联系 当地如果有电话最好 没按电话 我想办法解决 电话联系 同样可以办到 善于军不紧不慢地解释 康伟后脑勺一抽一抽疼 明明能见面 为什么要靠书信联系 写信我能牵你手 能亲你 能抱你吗 小善 你不愿意见我家里人 我能理解 但你在做任何选择时 考虑过我吗 善于军也看出来康伟生气 他这个时候 应该换个思路 安抚康伟的情绪 善于军也真的这样做 我知道你很佩服冰冰 冰冰合周爱城 不也是在这样坚持着吗 冰冰还出国交换一年 我想他和周爱城 也没有因此分手吧 我们同样是如 我是很佩服冰冰嫂子 她让我明白很多事 但成子哥是军人 我不是 冰冰嫂子 牺牲很大 我没想过让你也牺牲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把日子过成困难模式 战于军没说话 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靴子 过了半晌 他才抬起头了 康伟 我知道你很迁就我 但男女朋友之间 不仅需要迁就 还要彼此了解 彼此尊重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 你自然就懂我的选择 既然通过了报名初审 我会听从自己的心意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你无法接受 我会祝福你 不服 康伟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他 他这是被分手了 叫善你厉害 康伟转身就走 体贴 他是真体贴 但他康少也是有脾气的 不是那种心甘情愿 当舔狗的屌丝 少光荣正在医院 在小游身边献殷勤 被康伟辗转找到后 少光荣一百个不愿意 兄弟 你没瞧见我这正忙着 小善和我说分手了 心里烦 喝酒不 康伟这小子以前没出过对象 这个小善是康伟初恋啊 你说了算 咱去哪里喝 拖着康伟找了个地方喝酒 都不用劝酒 康伟自己就喝了两大碗 你说吧 到底为了啥事 康伟把善于君的先斩后做奖啊 还有善于君的话 他想不明白 难道那个助学之教 比我还重要吗 兄弟 啥也不说了 再干一杯 少光荣有点烦善于君 想法不足的情侣太多了 啥叫谈恋爱 那就是不断地求同存异 不断在沟通中磨合 不断地彼此妥协迁就 都没想着和康伟解决问题 不说两人各自妥协 直接就把康伟给甩了 如此干脆利用 不过是借题发挥 你刚才说什么 善于君为啥和你提分手 他想要参加 除英启航的助学之教是吧 这计划 不是冰冰嫂子最先提出来的吗 你们怎么有空来 快进来 外面冷 少光荣舌头都捋不直了 嫂 嫂子 康伟失恋了 失恋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康伟和善师姐感情挺好的 刁冰冰说了一半 看着康伟那样子 实在说不下去 少光荣把康伟往客房一扔 自己洗了个脸 人也变得清醒不少 把善于君和康伟分手的理由一讲 刁冰冰也十分意外 善师姐报名参加了除英启航计划 还特意申请了偏远落后地区 康伟是个什么意思 让我把善师姐的报名申请搞掉吗 不行 这样做的话 善师姐永远不会和康伟和好了 这样太不尊重人 将心比心 如果刁冰冰自己报了名 被人耍手断搞掉 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原因 刁冰冰都不会体谅 别人的人生 别人的选择 康伟就是和我喝了一顿闷酒 倒也没说想不想和好 都不知道康伟的想法 那你来找我干啥 冰冰嫂子 我在想要不你再派点活给康伟干 我看他就是太闲了 才会失恋喝闷酒 你可真是他亲哥 这方法好不好 简直太这么好了 没有爱情 正好专心发展事业 可没准康伟和善师姐就是吵架 现在下定论太早了 交过很多女朋友的人就是不一样 处理这种问题经验丰富 邵光荣脸色微变 嫂子 我以前那都是年轻不懂事 瞎闹着玩的 傻女朋友啊 我连她们的名字和长相都忘了 小游母亲最近身体情况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我觉得醒来的希望很渺茫 可我不敢这样告诉小游 医生私下里给我说了 除非有奇迹 嫂子你也知道 奇迹这种事 发生的概率有多低 至少她还能期盼奇迹 奇迹降临的几率再小 那也有期盼 这份期盼 支撑着游历变得更强大 是游历前行的动力 等康伟酒醒了 天也全黑了 康伟你睡醒了 那正好 起把脸来吃饭 谁也没替她分手的事 康伟很是松了口气 康伟痛痛快快吃了炖火锅 吃得全身冒汗 心情也没了那么堵塞 不想和好了 为什么分手都不明白 嫂子 你说她是不是 早就想分 终于守 等到了这个机会 那就去弄清楚原因 不管善师姐是有苦衷 还是觉得 你哪里做的不对 你可以找她问清楚 如果有苦衷 看看能不能解决 如果是你哪里做的不对 看看能不能改正 就算真是不能挽回了 那也能避免你下一次 出对象时 犯同样的错误 你觉得呢 康伟脑子里乱糟糟的 还下一次出对象 就这一次 他都闹不明白 对 我去问 第二天 康伟又去了华清 不知不觉的 两人走到了第一次 遇见善于君的地方 小善 我当时在这里避雨 你拿着书小跑过来 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了 待望书的 语相 觉得自己遇到了 一个丁香般的姑娘 她没有结着仇怨 但她有丁香的芬芳 是那种感觉 击中了我 让我的心跳加快 让我记住了你 康伟描述的情形 善于君想不起来了 他可能有点 模模糊糊的印象 康伟 小善 我觉得咱俩能在一起 是一种缘分 是上天的安排 这事上许多人 都不能和自己 喜欢的人在一起 他们没机会 没那条件 很多人连喜欢 都不知道是啥感觉 就先结了婚 他们没得选择 只能去 喜欢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咱俩能自由恋爱好上 你不觉得 是一种幸运吗 康伟看着他 善于君忍不住点头 康伟勉强一笑 所以小善 如果你昨天说的是气话 我可以原谅你 虽然我特别讨厌女孩子 动不动就用分手来要挟 但这还是第一次 以后有事说是 咱们下步为例 跑步 你一个女孩子 我是大老爷们儿 要让着你 这事儿就结过了 我昨天是有点冲动 但我说的不是气话 康伟 你能同意我去参加 助学之教吗 瞧这意思 他不同意 善于君就真的要分手 那个计划有那么重要吗 比他还重要 昨天我俩没空想谈 你今天先告诉我 你打算去多久吧 最短两年 最长 我也不知道 连自己都不确定 也就是说 喜欢那种生活的话 善于君没准在那边待五年 十年 甚至一辈子 难怪他要替分手 果然不是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最后一个问题 你可以为我妥协下吗 比如给我一个确定的归期 一年 甚至是你说的两年 我都能接受 善于君沉默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康伟等了三分钟 却像三年那么长 他也想保留一下 男人最后的体面 好了 我懂了 小善 祝你幸福 康伟和善于君这段感情 好像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刁冰冰反正是挺心虚的 我知道 除阴启航计划 可能就是跟导火索 说到底是善师姐和康伟 的人生规划完全不同 没有这个助学之教 以后也有别的事 但 但心里还是不舒服 是啊 心里还是不舒服 还是周爱诚了解他 知道他在想什么 两个人要是相互喜欢 不管是有分歧 还是有苦衷 都要两个人共同解决 感情哪有单方面的努力 康伟和他对象 都是成年人了 他们要不要在一起 自己能做决定 刁冰冰也努力 想让气氛轻松点 你说的对 这是别人的事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那我要说咱俩的事了 你确定这两天 不让我去部队吗 这两天要不去的话 我可要回鹏城了 郑伟老婆要让冰冰 和高飞握手言和 周爱诚就想着再等等 嗯 你要在鹏城有事 你就先忙着 我听你的没在随便请假 看看今年春节 能不能凑出假期 到时候你们会回玉南过年吗 我问问我妈 尽量选在京城过年吧 在京城过年 周爱诚既能看到他 也能陪周家人 是两相宜 余奶奶年纪也大了 跟着他们跑来跑去的不太好 修爷财大气粗 和余奶奶相任后 同样在时差海满下一处四合院 离刁冰冰家不行 只需要两分钟 隔壁赵大爷看着 扛的材料进进出出的工人 还和余奶奶八卦 不知道要搬来的新邻居 是做什么 这样能花钱 有些人是败家 有俩钱在兜里跳呗 你管人家怎么花 刘虎装修完工了 让他找个时间验收 徐仲义这才告诉余奶奶 所以赵大爷口中的败家玩意儿 就是他儿子 刁冰冰憋着笑都快憋疯了 这是徐叔给您的惊喜 惊喜 一把年纪了 承受不了太多的惊喜 余奶奶四处张望 没找到他的拐杖 想起来了 那拐杖给忘在商都了 没有带回京城 有拐杖在 徐仲义没准又逃不过一顿打 搞不懂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小时候母亲是舍不得 让我磕破一点油皮的 特别溺爱我 根本没挨过打 我都人到中年了 还要把小时候 没挨的打给补上吗 您至少要想看看房子吧 看房子 不看 余奶奶最后到底 还是去看了房子 趁着傍晚去的 偷偷摸摸就像做贼一般 面子收拾得很漂亮 而且是按照余奶奶 喜欢的风格来装修的 各种设施都考虑得很贴心 这是公养的水平 余奶奶看完了也没个说法 不过刁冰冰能看出来 其实老太太挺高兴 高兴的不是徐仲义在京城买房 而是买房背后的意义 赶着年前把房子收拾好 徐仲义这是要打算在京城过年 常乐春节会回国吗 当然会回国 这是我们一家团聚后的第一个春节 要说一家团聚 当然还得算上蒂娜 然而余奶奶问都没问一句 显然蒂娜是否回国过春节 余奶奶根本不关心 徐仲义想到常乐传回来的消息 徐仲义眼神一暗 蒂娜不亲近徐家人 却对纽约的一对夫妻很亲近 那两人曾和张家栋来往亲密 这都算什么事 刁冰冰打破尴尬 却是问他妈 您觉得徐叔这房子咋样 要不我们也挑个时间 把房子重新撞过 咱家房子挺好的 不用折腾了吧 我明天去一趟周家 然后就回鹏城了 正好徐叔也在京城 有人照顾着余奶奶 您要陪我一起去鹏城吧 我催花点头 当着女儿她有点不好意思 汤红恩催了她好几次 要再不过去夫妻小聚 汤红恩又得把工作丢下跑来京城了 刁冰冰先看了周家二老 周奶奶叫她小心肝 搞得刁冰冰非常羞涩 我听说现在这个除鹰起航计划 已经开始试点了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你一个人不能做完所有的事 不能掌控所有的环节 所以一定要慎重 多试点在推广 不要把好事变坏事 老爷子说的是人生经验 这和学历无关 和一个人的经历有关 没走到周老爷子的高度 没见识过经历过 说不出这样的提醒 你的教会我记住了 谢谢您 周奶奶把她拉到房间里 你别被老头子唬住了 她就是常年都板着脸 你看她对文邦和国斌也是这样 刁冰冰一阵 老爷子对周文邦和周国斌就是这样 对孙辈子要宽容一些 可是 干嘛把她提高到和周文邦 周国斌一个待遇啊 刁冰冰叫了一声大伯母 又招呼了关惠娥 糊里糊涂的 就被关惠娥拉到了沙发上 关姨 我不知道今天有客人 没事 你以前和我一起参加过联谊舞会 我都不记得你有没有给你介绍过小童 你们年轻人应该是认识的吧 当然认识啊 不过不是在联谊舞会上 是在京城饭店 撒泼打滚的药和周爱诚在一起 刁冰冰对佟丽里印象很深刻 童小姐你好 好久不见 听说你去美国留学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刚回来 没想到你也在 我就是今天在街上遇到了蒋阿姨 想问一问周一在美国怎么样 你也知道我和周一很要好 忍不住想关心她 是忍不住想看周一的笑话吧 以前这俩人好得能穿同一条裤子 没想到是塑料姐妹请 谢谢童小姐关心 周一姐在美国过得很好 她头脑聪明 又肯努力 过去半年就攻克了语言官 现在正在考虑申请什么大学 周一这么厉害 我也觉得周一姐厉害 有努力才有收获 她在美国学得太认真了 所以都没空和国内联系 不过有机会 我向她转达童小姐的关心 童丽丽知道问不出什么了 落落大方站起来 但关惠俄告辞 关阿姨 我刚才说的事就拜托你了 能帮忙我肯定会帮 家里有客 我就不送你出去了 童丽丽也不在乎关惠俄的态度 自己离开了 喂 她这是怎么回事 来者不善啊 她不是以童家女儿的身份过来的 她不是结婚了吗 算了 不提她的事 关惠俄显然不想说 叼冰冰也没追问 蒋红抱着孩子冷笑 要不是周一自甘堕落 怎么会让别人抓着机会取消 这个童丽丽 脸皮也是厚 在街上碰到我 一路要跟过来 表面看起来是要求弟妹你帮忙 你瞧瞧她的态度 就是要踩周一两脚 蒋红说着红了眼睛 冰冰你知道童丽丽嫁的那个人 本来我想让你关阿姨牵献给周一的 这下子 尴尬得不仅是叼冰冰了 还有关会了 叼冰冰猛然想起来 有一回她来周家 正好碰见蒋红和周一也在 因为她来了 蒋红就打住了话头 叼冰冰也不知道这周里俩说了啥 那时候 童家已经在和南方在接触 只不过童丽丽自己不愿意 可 你也知道原因 你大伯母就想让我牵线 把南方介绍给周一 我是觉得太尴尬了 就想等童家明确拒绝后再提 蒋红表情有点不自然 看样子是童家和蒋红 当时都描上了童丽丽现在的丈夫 童家比蒋红先出手 只不过童丽丽当时对周爱诚还没死心 本人不愿意 蒋红觉得童丽丽浪费资源 不如换周一丙上 叼冰冰莽然大悟 难怪我建议把周一的朋友 找来刺激周一 周文邦和蒋红第一个找的就是童丽丽 原来周一曾有机会和童丽丽现在的丈夫相亲啊 大伯母 我刚才并不是骗童丽丽的 周一姐在美国 的确有点脱胎换骨的苗头 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 我不觉得周一姐将来的日子会过得比童丽丽差 蒋红看着这个外孙女长得像袁翰 让她喜欢和燕雾参半 周一的人生还能走上正轨吗 我们已经把姓袁的调到鹏城上班 那个叶小琼到底打算怎么办 就算她要和袁翰再许前缘 我都会感谢她 我刚回国的时候见过她 她已经安排好了 好了 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 你周叔叔他们也快下班了 冰冰你去洗手准备吃饭 是 冰冰在国外待了那么久 一回京城 我就拉着她说这些 是我不对 ze 假装 ze ử ze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